I work hard every the fuck's & day 17 岁在建南春酒厂工作,33 岁任广汉市市长、 曾被称作 매女事。 长的江建军于2018年2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当年8月,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广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随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由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江建军涉嫌犯受贿罪一案禁。 行审判 此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再无进一步的公开消息。 江建军所 犯何事 受贿金额有多大? 日前公开的广汉市房产商邓明贵行贿案一。 审判决书中,披露了江建军部分受贿细节。 判决书显示,江建军认广。 汉市市长期间,曾两次收受邓明贵的感谢费,一次是2007年。 在一家游战,江建军让弟弟与邓明贵接头。 拿回一旅行贷转交给他。 带中装有一百万元现金,另一次是2009年,在江建军所住。 小区,邓明贵将一个旅行贷直接交给江建军,贷中同样装满一百万。 原现金,八年市长,八年国企纪委书记江建军出生于1968年12月。 月,四川年竹人。 1985年12月,刚满17岁的江建军进入建南。 春酒厂工作,此后又进入绵羊工业学校、东方电机场学习和工作。 1.996年起,江建军进入共青团系统,任共青团德阳市委干事,后又。 历任德阳市青莲副秘书长,青莲秘书长,德阳市官新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秘书长。 2001年7月,还不到33岁的江建军由德阳市官公委。 秘书长转任广汉市委副书记、市长。 自此当了8年广汉市市长。 直至2009年10月, 转任省属国企四川省化工控股、集团、公司纪委书记。 在这一职位上又是8年。 2017年11月,转任四川省铁路。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东市。 不到4个月后,因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帮开发商办理土地便兴一次收100万现金将建。 军道任广汉市市长不久,经德阳银行行长李某介绍, 与当地房产商邓明贵相识。 此后,邓明贵经常请将建军吃饭或去他办公室汇报工作。 2005年年底,邓明贵得知京华村一块安置用地想找企业合作开发。 商业住宅,但土地性质要由工业用地改为商住用地。 邓明贵看到了商。 1.2007年春节,邓明贵到江建军办公室汇报工作,说丰收金华。 村安置用地变性之势,江建军让他把手续完善了层层报上去,他给他批。 得到江建军的明确支持后,邓明贵很有信心拿下这块土地,就去找金华村。 据邓明贵公述,他当时跟金华村的干部说,跑手续这块。 没有问题,我去找江妈说了的,她说土地变性这块没有问题。 村上干。 不看到我和江建军走得很近,于是选择与我签订了安置协议。 据邓。 干部说,当时有几个老板想来开发。 因安置用地转性手续复杂,不容。 一半。 邓明贵经常说他和市长江建军关系很好,很多事情他能改平。 土地变性他已经找江建军说了,没的问题。 村里为了尽快开发,最终,选择了邓明贵来开发。 据邓明贵公述,在变性过程中,江建军几次叫。 他把资料爆快点,害怕拖久了竞争大了。 对我不利,他叫我不要东找。 西找的去找其他人。 因为他是市长,所有市政府的相关报告都是他。 一支笔审批。 各种手续很快顺利完成。 广汉市国土局启动了土地招拍。 挂程序。 邓明贵又让人安排一名自己公司的员工和另一个老板参与镜。 拍,不然凑不起人数,启动不了拍卖程序。 最终邓明贵的公司只举了。 一次牌,以10.1万元每亩的价格顺利摘牌。 2007年下半年的一天,邓明贵准备了100万元现金,装在旅行袋里, 准备给江建军送去。 江建军说现在不方便,让邓明贵跟他弟弟江某联系。 随后,江建军给弟弟打电话,让他去找邓明贵拿一个包裹, 并嘱咐拿包裹时。 不要说太多话,拿了就走。 江某和邓明贵在一个加油站路边会面,邓。 明贵从车上提了一个旅行包交给江某,说这是给江妈准备的,江。 某说了句好,谢谢了,两人就各自离开。 江某当晚将旅行包交给。 了解街江建军,代理装有一百万元人民币现金,每张面额一百元,一百张一扎,十扎一捆,一共十捆。 江建军说这是邓明贵,第一次送钱给他。 为什么邓明贵给他送一百万? 该判决书中江建军。 在正言中说,有两个原因,主要是邓明贵全家被刘某挟持时,我急。 是安排公安局解救,对他全家有救命之恩,再加上邓明贵觉得我有文。 话有知识,他说什么我会给一些正面的建议和引导,还有就是我指广。 汉市市长,邓明贵想和我维护好关系。 邓明贵公述中说,他送给江。 建军这一百万元现金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在京华村项目开发过程。 中,江建军给予了关照,他应该表示感谢,二是江建军多次说过,他。 以后要当广汉市的市委书记,能够在生意上给他更多关照,并说要借。 邓生意给他做。 为了维系和他的关系,才给他送钱。 市长给开发商借。 邓生意又收一百万感谢费。 邓明贵在江建军身上的苦心经营没有白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